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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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心 通讯寿所 请各当地待命 重复 基地镇屋于封部中心 请各当地待命 等候风暴结束 基地 你那边的讯号真不错 确实很实用 外面在挂风 挂很大的风 在等人 我说 你们这次过来大概会很忙 暴风天 半夜偶尔会打雷 如果怕的话 可以来找我借耳塞 我的意思是提前借 哎 我要和你说正事了 我现在位于基地四十公里外的一个地下掩体 你打开地图找到我的位置 掩体代号是12 风暴的强磁场干扰了通讯和定位系统 外面太黑了 我需要一条不依靠导航也能确认位置的路线 我的病人需要尽快书写 风暴中心正在向前推进 我这里的讯号反而稳定了很多 所以能跟你维持这么久的通话 你继续说 我听着 你还有多久到基地 我们基地见 替我在系统里找到猎人编号32538的写信 让官宣准备写带 还有 想申请今晚所有的事都先设账 看来基地附近完全是讯号决认区了 可见高科技还是靠不住 区区一个风暴就能让系统瘫痪了 是 有点道理 不过 我们跟黎医生失联的时候 他离基地就只有六公里了 说不定再等等 他就能到了 你的表情好可怕 黎医生 让刘医生来手术室 凌空的猎人已经提前打过招呼了 刘医生和官医生正在手术室等着 先把他抬上床 小心一点 黎医生辛苦了 接下来交给我们就行了 等很久了 都说了先设账 我可能是第一个把人从风暴里救回来的 这对我来说不是冒险 先回去 我就是医生 不要小题大做 被碎尸画到的不要紧 这里不用看了 我已经爆砸过了 看来 你很坚持要亲自检查我的伤势 现在 可以放心了吗 你是说 还要看看别的地方有没有受伤 好吧 那就麻烦你再检查一下了 小医生 被发现了 下次我演得更想一点 应该是被车里送到的设备撞到了 警察好了 这下子你可以放心了 先别走 先别走 看来 受伤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 有些人照顾病患 确实很细心 不过对我来说 你就是最有效的指童药 进风暴的时候 我用行车记录器拍下了行驶路线 研究一下原路返回 不过那条路沿途的确没有任何显著的标记 不太保险 我已经安全回来了 能不能既往不救了 我已经安全回来了 这么麻烦你 我欠下的账不就越来越多了 那辛苦你 从今晚就开始监督吧 我这个人一向信守承诺 从不赖账 甭 2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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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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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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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